我想昨天協商以後 那當然副關係總召 然後晚上還有洪孟凱書記長 那我們都有通過電話 那我們就表達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立場是希望能夠加開院會 加強監督的力道 那當然國民黨這個是 他們希望能夠早點開議 早點來討論食安的這個問題 我想兩邊的立場是一致的 所以我也跟他說 我們今天會提這個 所謂加開院會的提案 那也請他們支持 我想每個人都 昨天大家都盡量的表示了相關的立場 那我們講的意思也是說 我們絕對支持食安報告 那食安報告我們希望是 在不影響現有的議程下 立刻加開 這樣子的話才搭乘 不影響到議程 然後也展現 立法院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 所以他們也 其實國民黨的立場也應該是一樣的 今天是立法院的開議日 我們非常慎重的載父了全國超過八百萬的民意 是要下架民進黨這樣的託福跟期待來監督執政的民進黨 今天的開議日我們會讓一切的議事能夠順利的來進行 但是人民的託福我們也會來堅持的表達 但是議事一定會讓它順利的進行 對於今天早上本黨所提出的食安報告相關的議程 因為民眾黨也提出了相關的提案 所以本黨基於都是在野黨 我們支持民眾黨 所以 同樣的案子我們就支持民眾黨 本黨予以策案 我們希望所有在野的力量能夠一起來集結 能夠監督制衡民進黨 這是對所有全國百分之六十人民的因應的期待 我們會全力的來以最大的格局 最大的高度 最大的包容 來集結所有的力量 來制衡 來監督民進黨 今天的施政總報告 陳建仁院長到立法院來做相關的備詢 我們會讓今天陳建仁院長知道 他們過去八年所做的 今天必須要讓人民有一個清楚的答案 必須誠實地告訴人民